未来世界紧急萧条 新世纪一时 有一个小国彻底崩溃了 上千万失业者遍及全国 失去了生存资金的人们 开始威胁天真无邪的孩子们 全国有80万学生拒绝上学 学校内的教师 又遭受到学生的暴力行为 殉职者人数高达1200人 这个崩溃的国家便是日本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名校新世纪教育改革法的法案出台了 其目的就是为了限制青少年暴力行为 消除公民对其产生的愤恨 因此每年都会从初三挑出一个班 把学生们强行送往一个荒芜人性的孤岛上面 让学生们在孤岛求生子乡残杀 最后只能有一个学生可以活下来 而今年被选中的班级 正是由假面骑士 藤原龙也饰演的男主炳哥的班级 B班 这天B班的学生们准备去参加初三的毕业旅行 当大巴车在秋名山公路上挤驶时 学生们突然被神秘气味给寻导 然后再进入隧道的瞬间 就集体昏迷了 当他们再次醒来时 却发现所有人都被锁在一个昏暗的小室内 学生们看着脖子上的项圈 加上周围诡异的气氛 瞬间感觉大事不妙 这时一架直升机停在教室外面 紧接着一对士兵护送着一位中年男人走了进来 而他正是B班的班主任北野老师 北野在教B班这群学生的时候没少受气 比如学生们会在黑板上写 不要上课 因为我们不想上 而北野看只只帮熊孩子 你们不想上 那就不上吧 谁知当他刚走出教室的时候 一名不良少年阿伟跑出来 一个不小心就把北野老师的痴疮给撞了出来 从那之后 北野老师就辞职回家养伤去了 因此学生们对北野老师的出现感到十分诧异 而且班级里莫名地多出了两位转校生 他们相比在场的学生要冷静得多 仿佛已经经历过这一切似的 而北野老师却不以为难地打开电视 播放起此次游戏的规则 大概的规则就是 军队会把你们投放至一个荒岛 并发给你们地图 粮食和装备 然后你们就可以自相残杀 活到最后的那一个人就是胜利者 时间限时为72小时 规则刚讲到一半 北野老师突然掏出小李飞刀 丢下了一位女同学 原来是这位女同学没有认真听讲 这狼原本以为只是个作剧的学生们 立马就慌了 他们想逃出这个可怕的地方 却被士兵用枪扫了回去 慌乱中 阿伟的心上人有容不胜中枪 阿伟愤怒地冲向北野老师 想让他救兵复发 却被士兵给绑住 并启动了他脖子上的项圈 熬在此之前 北野老师就警告过阿伟 你小子给我老实点 老师我现在屁股还疼着呢 最后不老实的阿伟 在同学们推来推去的举动中 炸死了 轻狂阿伟的应用试探 但我们得知项圈并不是在游戏最后起作用 而是在学生们违反规则 或者试图反抗的时候 同样可以将他们杀死 弄清楚项圈的作用和游戏规则后 学生们不得不拿上补给包出去抢人头 而炳哥在告别好兄弟阿伟后也出发了 当他刚走出教室时 一位脑袋插着剑的妹子倒在了他面前 当他还没反应过来时 举着手弩的小胖子就冲了过来 关键时刻 炳哥用手电筒砸到了小胖子 然后就带着阿伟的心上人跑了 从此过上了没修没俗的幸福生活 故事结束 逃脱之后 他们发现补给包里 只有一个平底锅盖和四倍镜 这意味着只能去寻找更像有力的武器 或者找人联盟 但是有容的伤口还没药物处理 炳哥只好先帮他简单的包扎下 等日后搜寻到药物再说 另一边转小声穿田 被几名不良少年围堵 几人仗着人多失踪得意洋洋 谁知穿田一个漂亮的口舌就夺过机枪 三下无处二刀把不良少年们干倒了 然后舔光了几人 撞有手枪地雷的丰富不及包扬长而去 此时幸存者还剩下33人 在这场游戏中 有人勇敢 有人怂包 比如不敢参加这场游戏的女孩小美 就强行拉着男友调牙殉情 接着第一回合结束 幸存者还剩31人 第二天一早 两名不想继续游戏的同学站在山顶 用身上最隐秘的衣物挥舞投降 谁知却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直接被穿田给干掉了 然后穿田又填玩人家的包和衣物 扬长而去 小伙伴们是不是很好奇 这两名女孩的名字叫什么呢 另一边 丙哥和幼容不幸遇到了斧头男 关键时刻 他用平底锅盖挡住了斧头 并推着对方一起掉落了悬崖 当他醒来时 斧头男的脑袋已经被自己的斧头KO了 这片刚解决完一个 另一名手枪男又举着手枪冲了过来 好在关键时刻 转校生刚玩出现 KO了对方就加了两人 刚玩间两人手持平底锅盖 毫无威胁便放过了他们 并送给他们一句话 如果想活下去 就不要相信任何人 马上逃走 第二回合结束 幸存这仅剩24人 北野老师报完死亡名单后 便启动了禁区模式 通过广播告知学生们 要在规定的时间跑出禁区 否则项圈就会爆炸 逃跑途中 友荣的伤口恶化 土发高烧 晕倒了 禀哥处于爱意 便背着他四处行药 却不小心碰到陷阱习惯 好在这是高丸布下的 于是高丸好心收留两人 并提供了晚餐 友荣十分感激热心肠的高丸 但一脸忧愁的高丸 似乎藏着心事 原来他就是去年游戏的获胜者 只是在游戏最后 幸存的是他和女友两人 但游戏规则无法改变 两人必须有一人要死 显然高丸是不忍心伤害致爱的 可就在游戏结束前一秒 女友却对高丸开枪了 一时遭到背叛的高丸 也对着女友连开竖枪 女友在最后微笑着 对他说了一句 谢谢你 原来女友是故意 朝着高丸补重要的部位开枪 目的就是引幼男友杀了自己 然后让他活下去 谁知活下来的高丸 被校方强制留机 被逼又参加了今年的游戏 故事讲完 高丸给了秉哥一把手枪 并说 自己知道怎么活到最后 但现在还不能说 突然穿田追杀一名子 成狂男的家伙来到这里 一番打斗后 发现了躲在角落的几人 秉哥为了保护友荣 便故意引走穿田 让友荣有机会逃走 来到熊野边的秉哥 蠢机开枪 却发现穿田居然穿着防弹衣 于是秉哥只好跳牙保命 好在最后 被暗恋他的妹子救了起来 妹子上来就想来 点步可描述之事 可秉哥却是个 另微不乱十分专一的男人 直接以我有喜欢的人了 把妹子拒绝了 房间外面 一名妹子却因为 先前目睹秉哥 用斧头杀害同学 就想要下毒杀害他 谁知只要刚下完 就被一名吃货妹子 一口干了 然后就喷血而亡了 这难道就是贪吃的下场吗 此时房间里的妹子 已经乱传了一锅粥 他们相互猜忌 是谁下的毒 而下毒的妹子 不仅没有承认 还害得房间里的妹子 开始自相残杀 最后只有他狗活了下来 不过良心过意不去的他 最终还是选择自杀 与此同时 本篇唯一的科技队 也开始发力了 队伍中的黑客男 成功破解 大逃杀游戏的系统 军队内的监视系统 瞬间崩溃 然后在无人监管的时候 才吩咐队友 利用自制炸弹 去炸火军队指挥中心 可惜却被赶来的船田发现 交战中队友集体阵亡 而黑客男为了给队友报仇 便引爆了炸弹 并把船田的眼睛炸下了 随后 高丸三人组也赶到了这里 和船田决一子战 船田因眼瞎战斗力下降 最终被高丸打死 最后存活下来的 只剩高丸 炳哥和友荣 但游戏规则摆在那里 只能有一人活下来 就在此时 高丸终于原形毕露 他举起枪 对炳哥和友荣说 我所做的这一切 只不过是利用你们 因为你们太好骗了 开始我就说说 不要相信任何人 包括我 然后就连开两枪 解决了两人 北野老师在控制室挺减强身后 便结识了游戏 军队想去确认尸体 北野却让军队直接撤离 而自己留下来 供赢最后的获胜者 但这一切并没有那么简单 原来北野老师 早就发现高丸破截了项圈 而且炳哥和友荣 根本没有死 刚才高丸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演习给军队看 因为他早就发现了项圈里 有窃亭装置 而北野老师也看破不说破 而他之所以支走军队 是因为他想用自己的方式 和过去做一个了断 当我以为他会亲手处置 这些学生时 原来北野老师 已经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学生们不听他的话 连女儿也讨厌自己 他来这里就是想求解脱 故事最后存活下来的三人 成功逃离荒岛 可以一直强到最后的高丸 却因为失血过多死在了船上 只剩下品歌和友荣 裹上了没秀没笑的幸福生活 这个结局也告诉我们 一定要听老师的话 否则老师很可能 也会拿滋水枪来效果你哟 今天的故事选自日本电影 《大逃杀》 它是日本导演 身作新二指导的一部 恐怖冒险类电影 改编自日本作家 高建广春的同名小说 讲了在未来世界里 某中学的三年级学生 因为纪律松弛 被老师遣送到了荒岛上 进行杀戮游戏的一个故事 偶片中学生们为了求生 不得不与人性之恶对抗 所谓弱肉强食使者生存 动物的自然状态 竟表现为人类发展的顶点 这正是《大逃杀》所表现的 而《绝地求生》《大逃杀》里 也是有许多服装 在致敬着原本电影 小伙伴 你们能看出来 最熟悉的那件服装吗 对啦 这部《大逃杀》也出了第二部 想看的小伙伴 别忘了给我点赞并关注我呀 爱你们 V الت Ш if M 字幕在arina V G V